日日看蘇紙,有文化有taste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萬毒金融》 迫血劍,來到最終回大結局 好緊張好緊張,阿古 話說上回剛剛講到 那些司侄想找孫仲君出來戲弄完成節 但聽到孫仲君在打 就是完成節的孫勝凱 殺到華山,找孫仲君報仇 因為孫仲君整個大奸大奸 他殺了孫勝凱,老婆、子女、上一輩子 那些兩老都被他殺了 所以就找孫仲君報仇 打成一片,不夠打也要打 不夠打的時候突然之間 原來河剔手都靜靜地帶狗 來到華山 他看到完成節的孫不夠打 我們出來救救他 這樣 河剔手就和孫仲君打在一起 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 風回路轉 鐵劍門的玉真子 又殺了出來 大家都記得這個玉真子 是一個鹹汁人 突然之間 看到有三個美女 有哪三個呢 有孫仲君 有何剔手 還有阿九 這三個美女 就說 你三個快點跟我回去 我收你三個做徒弟 那孫仲君 就比這個玉真道人輕薄過 很不服氣 又和他打 誰知他又不夠打 根本就不是那一條 變了華山派的弟子 大家一起和玉真群抽 但也不夠抽 突然之間 河桑道人走出來 大家記得這個師祖的朋友 他好打 看到有救星 河桑道人可以救他們 誰知 河桑道人和玉真 兩師兄弟 又在說了大論事 玉真道人 就拿了一把 小小的劍出來 原來是什麼呢 原來他 那次河桑道人 就說要去西藏 拿一把鐵劍回來 這把鐵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鐵劍門 看到這把鐵劍 就等於看到師祖 立即要跪低 又扣頭又行 河桑道人就立即跪在這裏 看到師祖 就不敢打這個玉真子 直接就要跪在這裏 被他打到內傷 大件事死了 不夠打怎麼辦呢 喪道人就重傷了 在這裏 哇 這個師祖 木仁清就走出來 大家就 哇 立即的心頂頂 但是在這裏 剛才他們不夠打的時候 那些師侄 各個就回去 找了那些大師兄 各位出來 就夠嫁 所以就差不多這個時候 木仁清出現的時候 大師兄 歸身樹義師兄 和袁誠智都殺到 他們三個就覺得 哎 師父 年紀老邁 沒理由找他去出戰 這個玉真道人 那袁誠智就搶先 和這個玉真道人 就打起來 他們兩個功夫 其實都不相伯仲 打來打去 都未分出高下 這個時候 其實剛才頒救兵的時候 他們就 頒了清清出來 清清出來 剛剛 何的手見到他 因為 清清中了五讀教 何的手會有解藥給他 慢慢就醒了 鬥一下鬥一下 有一幕就很緊張 玉真道人 就一劍 打了下去 完成指導 但是他又穿了一件 類似避彈衣 打不進去 嚇了一驚 他就心急了 上次 都是跟師兄這樣鬥 一把劍打不下去 就變了輸了 死了 第二次你又穿這件事怎麼辦 但是其實 袁承智 他都出了 混身解數 打他不贏 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 清清醒了 他就 在心口裡 拿了一支鐵筒出來 就放了一條金蛇 出來 想用一條金蛇 當暗器 去咬肉真道人 袁承智見到金蛇 就突然之間 想好 咦 不如 醒起金蛇狼君 又是看著蛇 就創了劍法出來 他說 不如我又試試 學金蛇 用一些特別的招數 去打 這個肉真道人 用那些奇特 好像蛇 那樣的步法 去攻肉真道人 肉真道人 都覺得 咦 這麼奇怪 心裡開始脅 即是出招 出到戀龍 袁承智就出了這個金蛇狼君的絕招 就是金蛇萬道 就是 劍法沒有出來 就好像一萬把劍 這麼厲害 肉真子都不是留的 當然是擋到 但是擋到劍 就擋不到他一掌 袁承智就用這一掌 用金蛇萬道 就虛招 讓他摺不到 就用實招 就用這個混原獎 一掌 就打到他的胸口 就中了招 剛才 清清放蛇出來 咬不到 但是現在 肉真子 中了那一掌 就放在地上 那裡 蛇一口咬下去 就借了 其實 同一時間 就有另一個人物出現 因為 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李廠的手下將軍的李延 她有個太太叫洪梁子 原來竟然被這個李廠的軍官一路追殺 追捕她 她就希望上來華山 就是找牧仁清救她 上來的官兵 當然是不救華山弟子 這個時候 紅良子 見這個事情完結了 就跟牧仁清說 她說 她說 我丈夫被人無憑 因為 每個都是牛金星的 成相 劉忠敏 就說 我老公 想奪權做皇帝 那你一定要救她 牧仁清 聽到這件事 牧仁清 聽到這件事 牧仁清跟李廠的人 很有關係 很想幫他們 立即處理了 她叫所有弟子回來華山 一起集合的最重要事件 原來她覺得自己年紀老邁 將掌門之位 傳給誰呢 大師兄 傳給王珍 王珍答應做了掌門 牧仁清叫袁誠之過來 立即和我幫忙 看看能不能救李延 但她又說過一句 萬事要以大局為重 然後 袁誠之 就帶了幾個重要的人 清清 何剔手 一起下去 然後和娘子去找李延 怎料一路下去 又是我先前已經說過的 李廠的軍官 比起以前明朝的軍官 完全是一樣的 欺壓人民 簡直是惡幸超彰 看到人民有金銀有搶 這個時候在路上 又看到這些軍官 又搶人 完成了 這群人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打造官兵 救了三個人 一個是書生 一個是保鏢 一個是書堂 原來大家看過照面 認得對方 是誰呢 就是書卷一開始的時候 在渤泥國來的書生 張朝堂 和他的保鏢 楊鵬舉 為什麼又來 上次已經搞到一帶糊塗 才回到渤泥國 袁公子 他不明白 剛剛才聽到海客 回來有好消息說這個李廠 軍己嚴明 去世如破竹 打敗了這個明朝之後 整個世界太平了 所以又想再來見識這個太平城勢 誰知道來到之後又是一塌糊塗 幸好又遇上完城志班人 閒話休題 正時繼續去西安 就是李延的宅營的地方 大本營 去到的時候 看到闖軍 和李延軍 已經互相 刀槍劍擊 大家 完成之地 就 繞路由側面 去到李延的大本營帳篷裡 奇怪 外面 劍拔老張 帳篷裡 開了幾十席酒 還有管言 詩竹 有音樂 大家都很平靜 李延一見到這個妻子 進來 還有老朋友 袁城志 很開心 歡迎他 叫他過來主家席 坐下 跟軍官說軍事 那些軍官說 李將軍 你坐 要來抓你 要來殺你 說你想做皇帝 你明不明 就是沒有造反的 我們的軍隊是紀律而明的 但是都被冤枉說造反 不如我們真的造反 李延說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大家聽我說 我們一起坐下喝一杯 喝一杯再說 喝一杯再說 那 各個將軍 和李延出生入死 習慣了就知道李延 就是很有智慧的 一定是有這個方法 空有成竹才敢說 大家真的坐下 李延坐下 喝了一杯酒之後 就開始 唱自己作的童謠 說這個 大家開門迎闖亡 大家都歡歡樂樂的 唱了兩句 平凡 原來呢 海底 左手有把 你不是有把 有把刀 有把匕首 就自盡了 就死了 那他妻子看到 在他旁邊 又在身上 拔了一把短刀來 又 當眾自盡了 完成之 站在旁邊 本來是要出手 都能救到的 但是真的自己 看到李延 自殺已經傷心欲絕 真是出手 救到 都 挽救無從 那 發生這麼大的事故 全部軍兵 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 就散了 不見了人 那這裏呢 我想 講一講 這個 紅娘子的故事 因為 真是根覺不讓蘇眉 他很有氣概 那 紅娘子呢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個人呢 你看回那些史書 有幾本 是沒有提過他的 但也有幾本是有提過他的 他說這位 紅娘子呢 他出身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 這些灑雜的賣藝人 他經常穿著紅色的衣服 所以呢 就有個外號叫紅娘子 OK 是原名來的 是的 那 他也是一身好武藝 那 究竟又如何會認識了這個李岩呢 話說呢 紅娘子就是 很認同 被迫到走投無路 要造反的農民 他們在那個地方 那些農民呢 是直接 遇上飢荒 不能吃 那些官府又不肯幫忙 那 李岩公子呢 他的家裡 家底 也有一點點 他就開了他的倉 就派些糧 來鎮災 哇 那紅娘子很欣賞他的為人 覺得 這個人 啊 行 那 就 情投意合 結為夫婦 那 之後呢 紅娘子就知道 那些農民 真的要起義了 就是起兵 整隊軍隊 要打 這個朝廷 那 紅娘子就跟著 就是 李岩呢 始終他 就不太認同 這些 造反的事情 那麼 他就留下了 誰知道 不 不留下 就由自可 一旦留下就糟糕了 那些官府呢 就說 他們上次鎮災 做什麼 收買人心啊 這個人是造反的 就拘捕了他 坐牢 那 那 紅娘子又收到消息 咦 我老公被人拘捕了 立刻 就殺進去這個 監獄那裡 救了李岩出來 這個時候 大家都認清了 真是 參加農民軍 去革命 啊 就是唯一出路了 結果呢 就是 一起去 加入李治成 啊 闖軍 啊 那 究竟史書裡面呢 有沒有說 紅娘子和李岩自殺的呢 那也沒有啊 嗯 那麼 其中有一本史書的記載呢 就是 說 牛金星陷害李岩那時候呢 啊 啊 紅娘子其實 就是 又帶了一些軍隊啊 因為他 出了去打仗的 那 他是 後來才收到他老公被害的消息 這個時候當然是和闖軍翻臉啦 劃清界線一刀兩斷啦 那大家都知道啦 那 明朝啊 崇禎就上吊啦 但是呢 他們諸氏的後人啊 都在各地那裡 又自立為王啊 有所謂南明 就是南方的新明朝 啊 紅娘子呢 就帶了他們軍隊去幫這個南明 而南明呢 最後呢 都是被這個清軍滅了啦 那時候呢 紅娘子就不知去向南 好 阿巴仁哥交給你 非常精彩 大家各 人散了之後呢 啊 完成至呢 真是已經 燈灰以爛 就不想坐在江湖上面走啊 阿巴仁哥 我約齊江湖上的人馬,晴清竹,胡桂藍等人 約山中的兄弟,誰想跟我去荒島隱居 一起引居,當然帶上清清,何匹首 然後最特別的消息就是清清本來很妒忌誰 清清最妒忌的美女狗 忌妒,我也不是妒忌 很忌妒 很忌妒 但是,阿狗跟這個清清說 清清姐姐,你就可以放心了 我就像蘇子一樣 出家做了尼姑,我不再叫阿狗 我的名字叫做狗蘭 這個故事就全書完結了 相當之精彩的故事 相當之精彩,結尾可能是稍微急速一些 闖絕一些 最令人失望呢 非常失望 很希望看到木仁清和人打一次架 還有一個,我只是說這一回 有一個很有趣的 第730頁 木仁清訓話 跟袁誠志講 去幫李岩 但是,你要知道要以大事為重 再看深入一點,我認為 木仁清是幫李廠的 即是說,如果你要救李岩的話 都要圓滑一點點,不要得罪李廠 因為李廠暫時在那個時候 還是抵抗滿洲達子的他們叫做 所以希望以國事為重 最後,終於完全沒有發生任何衝突 但是,非常之特別 木仁清的眼光是以國家為重 好,今集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我們還有一集 大家不要以為常本輸完了 可以再一次 如果你們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之餘記得看下一集 OK? 多謝本場 拜拜